五行的望向求求死 那么 这个圈里面呢 数轴就是这几个字 横轴代表五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五行在不同的季节 它的这个状态能量 大小 那么向上一个箭头 就代表越往上的能量越大 换句话说 它发挥的越好 那么指的是季节 所以是越令 通常我们是这样看 实际上啊 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事 就是 这不仅代表越 因为年月日时嘛 四住 它在年 在日在时 也可以这样去参照 但是所谓提高越令 我们通常是以月为主的 别的也可以参照 这个往往容易忽视 那么就说 木 在春天的时候 它是旺的 春天实际上括号 一个就是 一个是木 两个木 然后木成林 它在这个木的时候 最显大本性 其次呢 就是水 冬天 冬天这个水会源 不断地升 它 这个五行的神科之话 我们都说过了 这是最最基础的 那么 换句话说 再往下 这个就是 这个修 修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休息 修养 没他的事了 就像一个 退休的状态 这是夏天 那么 就是指着火 这个夏天 怎么就修了呢 它不需要木再生了 因为这个夏天 它本自具足 我本身 就像一个老天 它就是火了 你一个小木 你去生它 它也不理你 你虽然说 潘高枝 这个 怎么样 但不需要你的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这种人呢 在约领 往往 他的工作 也是比较 自由自在的 你费尽心机 也没什么 也不能太好 不能太坏 当然这只是看月啊 其他的 整个班子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就像一个自由的人 没他什么事 白操心 瞎操心 但是你想开了 反而很自在 很自由 那其他的 那就不是了 那么旺的时候 你旺的时候 就要 就要做很多事情 能得多劳吗 像 退而修其字 旺也叫王嘛 那像一个君王 那么到下面 就不是了 这个囚 这个囚就 在土月 也就是说 什么呢 这个四个角落 陈旭丑位 他这个时候 就木刻土 那怎么就求了呢 你犯太罪了 得罪君王呢 那不求你 求谁 那比他还惨的是 这还是有 有气度性 这个就直接死刑 被他咳死了 这种人 你不管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很无助的 但是 有的时候 死地 反而生 意思就是说 这个 皮上凉山 最后说明 闯出一条事 也有这种的情况 那么其他的 以此类推 就是这个意思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土啊 首先活土 它也是指同工的 就是 像物极土一样 这个都在 这个 这个 土的掌声位 是在 淫 那么在六窑啊 在这个 风 生不水洗血里面 就是在神位 不一样 这个究竟 还要再说 它这个也是 望于四季 一个是四季 前面这个 这两个 一个是 长相 也就是说 夏天的 三复天 那段时间 这个土是最旺的 四季土 就是 春夏秋冬 分别最后的十八天 也叫这个